那小心 我等你回來 姚基 五年沒見了 姚姬见过陛下 起来吧 谢陛下 陛下亲来探时 不知是否想给姚姬 将功赎罪的机会 是朕听错了 你竟然愿意承认五年前 是你的错 五年前我与伯王争夺夜煞之手 输得不甘心 便要取他的性命 被殿下识破 姚姬自作孽 罪有应得被关在这地牢里 姚姬 如你所料 朕要放你出去 姚姬谢陛下 朕唯一波王 变了 当务之急 是找到一个两全其美的对策 朕尔 出来 你怎么回来 我听莫霄说 你们要一早出城处理政务 我就端了早膳过来 却看到殿下在试剑 你刚才的模样 看起来好可怕 走 吓到你了 其实 我并不是第一次 见到你肃杀的样子 当初 你杀通州少主时 也是这副神情 他侵犯你 该杀 一早事件 陛下判你出城的任务 难道 与人命有关 殿下的剑 只会杀有罪的 十恶不赦的坏人 对吧 本王的剑风 只会对着危害百姓之人 刀剑虽然无眼 但使剑的人是你 你可以选择杀 或者不杀 我相信殿下 是绝对不会滥杀无辜的 就像当年的狼仔 就算夏侯都尉抢走了小狼 但是你的人性 却抑制了你的兽性 没有杀他 反而是放了他 不是吗 本王已非狼子 回归朝廷之时 我非狼子 是伯王 陛下命我办的事 乃是朝廷机密 你不懂 也不该懂 时辰不早了 本王出发了 同龄生永远能换住你 这就是狼仔的证明 虽然你现在是伯王 但是 你永远是狼寿山 那个善良的狼仔 路上小心 我等你回来 当年朕先后收养了你和伯王 并训练你们成为夜上 当时的伯王性格孤僻 从来没有说过话 是你 让他开口说了第一句话 吃饭 每三斗这样打 怎么有一天死在一起 来呀 继续呀 死了 不值得 我二人一起接受陛下考验 训练中我若是饿死 伯王独自一人 则无法通关 你们既是同类 又是劲敌 朕缺一不可 以我对伯王的了解 我不信他会为了区区一个女人迷失自己